這些冠型的做法對舞弊的傷害蠻大的 親人、朋友、同事 真的很多得到癌症 那我們會覺得說 從最健康的食材著手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這裡剛好有一顆果子 那我們 看果子熟不熟 就是有時候手可以稍微 觸碰一下 還是看它有沒有微裂 還是說它果餅有沒有下垂 像這一顆我們就可以採了 我一般六七八這三個月 會有一個大產期 然後可能會平均的一兩個月 十月那時候 就有一個產期 其他時間也是有 入路徐徐的產活 可是就沒有很多量 菠蘿果它就是不開花 其實我們吃這個 就是在吃它的花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花輪 最好吃是 在樹上完全熟產蜜化 可是一般那個仔配 要明天後天才會比較好吃一些 這個果 它上面就有很多斑點 這個就不像這個外觀這麼漂亮 可是它一樣是有機的 吃起來口感 跟營養價值都是一樣的 這些盥形的做法 對有地的傷害滿大的 親人啊朋友啊同事啊 真的很多得到癌症 從軍中退休以後就 想說改變一下 種植的方式來種植花果 只是說 有機的做法跟 怪形真的差很多 而且真的比較辛苦 因為 五花果它是屬地中海 沿岸的一些國家 它喜歡比較乾燥 溫度高的氣候 台灣因為相對的濕度很高 病蟲害其實很多 所以我們台灣在種植方面 真的要蠻費心的 像我們在防治方面啊 就不能像我們用農藥 一噴見效 一般有機的防治都是 是預防重瘍治療 問題還沒發生的時候 就要去做一些 事前的準備 樹幹上面就是 石灰硫磺合肌的殘渣 那我們就會加一些石灰加水 然後塗白 然後這樣它會 防蟲防菌這樣 當然密度不要太密 它相對的 就是也減少它的那個 病蟲害的感染這樣 如果能把五花果照顧得好 然後讓一般的民眾 能吃到有機的新鮮五花果 就覺得很高興啊 我們現在就請我家裡的達人 來為大家介紹那個 五花果雞湯這樣 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五花果園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 介紹一道料理 叫做五花果雞 那我們要準備的食材 再來很簡單 這是雞肉 我們已經先燙燙過了 跟一點中藥材 那等會把它清洗之後呢 就跟雞肉很簡單 用電鍋來燉煮 雞肉熟了之後 我們再把五花果清洗 然後切下去 燜個十分鐘 不要燜太久 不然那個湯汁就會太稠 最後要吃之前 再加一點枸杞 來增加它的顏色 好 那我們馬上來進行燉煮 完蛋 哇 我把它吃到 好 哇 感谢观看